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想了一下说 有感觉 肚子饱了 晚上老婆放街回来 手里面大包小包的一大堆 我问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老婆很高兴地讲 今天收拾衣柜的时候 发现十几年前的牛仔裤 裤带里面居然装着五万元 这个老公默默地回到房间 然后发个卷信给朋友 你说把私房钱藏在老婆穿不下的裤带里面最安全 我欠你赶快移走 男朋友对女朋友讲 宝贝 我会好好努力工作 以后会让你过少奶奶的生活 女朋友讲 没关系 你尽力就好了 我也不想你太辛苦 而且我自己也有手也有脚啊 这个男朋友就讲 好感动 我们一起努力吧 女朋友讲 我有手有脚 看到情况不对 我自己会溜 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 听说他知忧生 一天老师出来一个很高难度的化学题目 老师问 谁志愿要做 没有人棘手 于是老师点了那个转学生 他就站起来了 他问老师 是用英文回答还是中文回答 前班同学都吓坏了 老师讲 不然你用英文试试 这个知忧生讲 I don't know 社区举办万圣节化妆舞会 小钱对小明讲 你老婆 装鬼好恐怖哦 吓死我们了 小明回答 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 我老婆根本没化妆啊 我老婆根本没化妆啊 哈哈哈哈